大家好,我是安大雄 有网友就问我 说他经常刷手机 会刷到很多负面新闻 每次看到都容易焦虑 很影响情绪 问我怎么办 我自己的做法挺简单的 不看就完了吗 这不看,说的简单,做到很难 现在的人离不了手机 我自己只能做到是尽量少看 虽说咱们现在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 信息特别快 人不用出门便知天下事 有时候你看得多了 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什么明星八卦 社会事件 国际形势 一切都尽收眼底 其实这是一种假象 很多时候事实真相 我们还是不清楚的 因为报道就那三言两语 很多的细节 一些背后的逻辑 是我们捉目不透的 像我们看到 网上有很多这种抑郁症自杀的新闻 那假设他有抑郁症 到底是他遭遇了什么 让他想不开的呢 那最后到底是不是他自己去了断的呢 比如张国荣 到现在都是个谜 我们都不得而知 所以说啊 有时候呢 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真相 得出了一些结论 事实上呢 不一定 这第二点啊 因为我们看这些新闻 接触这些信息 都是通过各种自媒体平台 那这些平台呢 都是通过算法来推荐的 就往往就是啊 你刷到一个 就开始给你使劲的推 各种同类型的内容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啊 看到的东西啊 都是被算法过滤的内容 可以说你看的越多啊 逐渐的 反而信息越来越封闭了 就像在一个信息检房里边 这个时候啊 你看的内容 反而是碎片的了 是割裂的了 尤其是这些负面新闻 因为人啊 天生就对这些负面的信息 更加敏感 特别注意 去躲避一些潜在的威胁 像我们经常在手机上 收到一些推送的消息 比如一些健康的知识 比如讲失眠的 说这个某某专家说 说你睡不够八个小时 会增加患严重疾病的风险 说你放屁多了 可能是肠癌 那他咋不说 是你吃了一斤黄豆 喝了半碗凉水 又啃了两根萝卜呢 那都是劝你好好睡觉 让你别熬夜 他也可以反过来说呀 如果你每天睡眠充足 你会更健康 更年轻 更有活力 皮肤更好 更壮阳 让你的肾反老还童 回到18岁 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其实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呀 大家想想 如果你收到某个APP 推送的消息 它的标题是 如果你每天睡够八个小时 你会更健康 更长寿 你会觉得 嗨 这不废话吗 你就不点开看了 如果你看到 睡不够八个小时 你会生病的 你一想 哎呀 对呀 我前两天失眠了 我浑身可难受了 我是不是有什么大病了 然后赶紧点开看 好奇啊 睡不好会得什么病呢 你看 他成功的把你的情绪 调动起来了 是不是打开率高了 顽博率高了 留言评论 是不是也多了呢 那就像前些年 当时流行的各种毒鸡汤 就是讲各种什么小三啊 出轨的故事 然后说什么男人不爱你的 几大表现 说这个女性一定要在家庭中 一定要有事业 不然就被男人看不起了 扫地出门了 我媳妇呢 当时就看了 然后很受影响 然后就开始天天挑我的毛病 我就跟她说呀 我说你少看手机 那玩意儿没什么营养 我说你已经被带情绪了 你看什么呀 都是情绪化推理了 而且那些啊 很多都是自己对号入座的 没什么意思 她只是利用了一些女性的 这种不安全感 和对未来的焦虑 所以啊 我在做视频的时候呢 就特别注意这一点 虽然我讲的主要是焦虑 但我尽量不聊一些 这些躯体的一些症状 也不聊这些社会热点事件 也不搞一些贩卖焦虑的小伎俩 还是希望能多传达一些积极的感觉 最好呢 是平静的 放松的 那甚至是催眠 有些朋友就说呀 说一听我嘚啪嘚就开始困了 不一会儿呢 就睡着了 这样是最好的了 这年头啊 睡得好比什么都重要 第三呢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如果你一直陷入到这种刷信息当中啊 如果你的情绪已经被带动了 不管是恐惧焦虑还是悲观 觉得人心险恶 世界是如此的冷漠 就当你形成这些认知的时候啊 你就已经看不到眼前真实的世界了 或者说呢 这个时候你在看世界啊 你就是带着滤镜的了 世界啊 可能就变得灰蒙蒙的了 因为你不断的在用这些观念去解读生活 而不是直接看 直接听了 就陷入了主观营造的一个心理现实当中了 比方说 你只要认定人心险恶 那你看到谁啊 都不敢信了 他做的一些行动啊 你总感觉他是在算计你 这就是我们内心向外的一种投射 在禅宗里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 说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是忍者心动了 这第四点啊 我说少看 不看 不是咱们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其实面对一些新闻事件 我自己呢 经常也是有感而发 但是很无奈 人为言轻 有的时候啊 是一张嘴 就感觉很空虚 沉默了 反而觉得充实一点 最后啊 就是跟自己身边的人说说 也就得了 有些事呢 确实不是我们能操心的 那人知道的太多了 也不一定就好 因为人生最痛苦的事啊 就是知道的很多 能控制的却很少 所以咱们焦虑的朋友啊 有四个字 值得闻在胸口 就是难得糊涂 最后啊 还是说回这个问题 对咱们焦虑的朋友来说 看到负面新闻 焦虑怎么办呢 最实际的做法 就是少看 关掉这些APP的推送 偶尔呢 自己打开看一看 就得了 要看呢 咱也是冷静的 去看待这些信息 不要急着站队 不要被带节奏 带情绪 不要去争辩 我们的精神啊 跟我们的身体一样 都是要吃饭的 我们都知道啊 吃东西 你一定要远离科技 与狠活 但你看的东西 你输的这些信息啊 更是要这样去认真地筛选了 最重要的 还是要回归 我们自己的生活节奏 多去干点实际的事 多关心自己身边的人 能把自己的小家庭 照顾好了 这就是对这个社会 最大的贡献了 今天啊 咱就讲到这里了 下一期呢 我们来聊一个问题啊 也是问的人很多的问题 强迫思维 怎么才能消除呢 我是安大雄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